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聊一聊袁隆平袁老爷子 袁隆平作为我们国家的杂交水道之父呢 在国内的学术成就那是有目共睹的 并且啊 他也获得了国内很多的一个大奖 那至于在国际上 袁隆平享有什么样的一个声誉 这个我不了解 我就不赘述了 并且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的 并不是说关心袁隆平 他的一个学术成果 我对于杂交水道我也不了解 所以说对于这个想谈的不是特别多 我主要是谈一谈现在目前的一个宣传的局面 对于袁隆平啊 袁老爷子进行大肆的一个广泛的宣传 并且我也看到了 今天有很多人啊 去给这个袁隆平去送行 袁老爷子这不过世了吗 所以说有很多人说驱车五公里啊 去看这个袁老爷子最后一面 那这些事情呢 我看到确实很让我感动啊 并且我也觉得 袁隆平在民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爱戴啊 那是非常的一个厉害啊 那以前再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好像就是十里长节送总理了 或者以前我们国家的主席啊 毛主席过世才会有这种的一个场面啊 那你像毛主席要是过世的话 当年那种情况呢 肯定有很多的人啊 都是就是哭天抢地的 就特别特别的难受啊 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没有毛主席 就已经活不下去了 那肯定有这种人对于毛主席的一个热爱啊 你像现在那些红卫兵呢 对于毛主席的热爱 即便他已经过世了 那依然不见啊 还有一些老红卫兵要给文革翻案的那些人呢 那那我估计当年都会哭背过气去 那我那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你就国内的这些宣传啊 他这个 我当时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又要造神了 肯定会把所有的一些功绩啊 再拿出来接着说一遍 并且把这个袁隆平形成为我们国家的 国事无双啊 就这些词 这些词汇 我今天在报纸上全看到了 前两天说这个钟南山国事无双 这回又说这个袁隆平 反正都是国事无双啊 这些科学家啊 那这些词汇 我觉得都是官话和套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心意 你就跟那些政府工作报告一样啊 就是十年前的政府工作报告 十年后拿出来接着一读啊 还是改个日期就可以 那这些他没有实质性的一个进步 或者是说没有实质性的一个作用 那我认为啊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 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 对这个国家的一个贡献 更应该谈的是一些名人 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意识 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有趣的 或者是给人以心灵启迪的一些事情 你像在民间有的人说 这个袁隆平节俭 简朴要学习这种精神 那还有一个就是淡薄名利 好 这个观点啊 我是特别的赞同的 比如说淡薄名利啊 不要说为这个金钱呢 或者是名誉啊 所累 但是也有一个前提啊 你得先有 就是你给真有这个钱 或者是有这个名利和利啊 之后你再淡薄名利 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啊 那如果假如说你这些都没有的话 你再去淡薄名利 那一般就不要说这些话了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没有拥有过 你就不要去学习 你学习不来 你像袁隆平 袁老爷子 也是名也有 利也有 但是人家可以淡薄名利 人家追求的是什么 那是马斯洛这个最高层次 叫自我价值实现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聊一聊 这马斯洛的事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 我今天还是以一个人的评价 为一个例子吧 来和大家聊一聊 那这个还是以王志安啊 王志安的推特还是蛮有趣的啊 他作为批评当局的这么一个人 他所有的一些观点啊 我觉得就是 一个是特别拧的 再一个我认为他没有给自己一个清晰的一个定位 你到底是要拥护啊 你还是到底是要反对 那这些 我觉得这个王志安站的立场是属于一个 就我个人而言吧 我感觉他像一个骑墙派一样 这个不是特别好 没有这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立场 就很 不了解他这个人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可能是在央视受这种排挤啊 或者是受打击了以后 在这个思想上面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突变 那有可能是这种啊 我发现一个特点啊 就是我每一期说一说这个国家的啊 就是官方所树立的这些名人吧 比如说以前说这个 你像边境冲突的那个 那一级嘛 就说那个团长 如果有一个更好的作战方式 是不是更好 因为边境守边境这属于打仗嘛 那这个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 那我可能说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意见 那这些小粉红就开始喷我了啊 就给我点踩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什么怨举证啊 还有说什么乌合麒麟呢 反正还有沈亿 反正你还有胡锡进啊 就这些玩意啊 反正我就是说这个 在当局的眼里特别好的 特别红的 特别正的这些人 只要我提这些人的人名 必然有一堆人啊 就是过来给点踩的 而且人数不少 我觉得他们这帮人应该是组团来的 你说我平时所有的节目 你看啊 我也都是批评一些当局的一些做法 和对这个国家弊端的一个看法 那为什么他们不踩呢 而且啊 就是而且你是怎么说呢 就只要有啊 就是当局的这些红人 在我的视频里头被我批评之后 或者是被我提意见之后 那这些人就组团过来了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也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有这种就专门的一个机构 来负责给这个批评当局的红人进行点踩 就是这种跟当局唱反调的一些视频 就是专门去点踩 尤其是波及到他们的一些红人 那你像其他的一些就是平时批评批评这个当局的一些做法啊 或者是政策啊 这相对来讲还点踩的不多啊 就极个别的有 所以说我现在也想到了 这个五毛可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一个团伙犯罪行为 为什么我说他这是犯罪行为的 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就是行为危害了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 因为正是有这些人的一个存在 这个国家的文革再次到来才有可能 如果这些五毛要是战狼要是没有了 这些被洗脑的人 或者是说为了钱去点踩的人 没有了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文革才不能到来 你看文革啊 这个文革当中其实是有两种人 一种是真的相信这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 相信这个是对的 那这个是洗脑位洗傻的 那这部分人那咱们不要说了 那他就等于像信邪教似的 他就比如说他信点什么教给他点汽油 他自己就点着了 但是有一部分是这种人啊 再有一部分的人呢 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获得利益 就像五毛可能你发一条点一个彩 给几分钱几厘钱 给几毛钱 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所以说这些人呢 就是怎么说呢 出卖了一下自己的一个灵活嘛 就是为了要一口饭吃 所以我想啊 他们这帮人就是文革期间 其实也是这种人啊 有的是为了个人利益的 还有的为了 其实谢时分也是为了一种个人利益嘛 我听我老婆以前讲过啊 就是在他们医院的工作 在他们医院 有一些人他其实说这个人没有什么事 那为什么要检举揭发他呢 或者是说大家都检举揭发他 因为这个人缘不好 所以说把跟自己有仇的或者是人缘不好的这些人都得送出去去皮斗啊去打呀去抽变的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说就谢时分吧 或者是说也是一种个人的有的时候也是为了一种个人利益嘛 那你说你报仇不也是为了个人利益 所以中国人这个历史还是蛮恐怖的啊 每每想到文革啊 我就觉得特别的血型啊 特别的吓人 那每每想到这些老粉红或者老五毛 他们还要给文革翻案 那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特别痛恨啊 并且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 那我肯定是跟他们做斗争的 别说斗争这个词汇啊 我肯定是坚决要扑灭他们这种文革复辟那一派的人 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想为这个国家 起码为我自己吧 别说为这个国家 说为国家太大了 为自己能够活得像个人一样啊 做一点努力啊 那不要说这辈子活的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 没有自己的主张 并且看到那些人作恶 你连说都不敢说 那你怎么在行动上去改变他们 连说表达的权利你如果都不敢表达的话 那如果这些人真的再来一场运动 他借着某种的一个势力啊 借着国内的这种极左的势力再来一场文革的话 那你说这个国家不就毁了吗 有的时候老说什么境外势力要颠覆中国境外势力 我也在想哪那么多境外势力啊 就当年八九那些哪有什么境外势力啊 顶多你可以这么说啊 他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价值 普世价值的一个思想 那难道一种思想也叫境外势力吗 那咱们党的建党思想那还是马克思来的 那马克思还是犹太人的 他也是这个欧洲啊 那你说这个事怎么说 那他也是那你这马克思思想也是从欧洲从西方来的 那你能说这个思想不对吗 那显然你不敢说 所以说 所以说不要一整什么就什么 那敌对势力 什么西方势力 外部势力的 那哪那么多外部势力 那除了中国全是外部势力 那外部势力都跟你有仇吗 那都跟你有仇 那是证明你自己不对嘛 但是呢 这个国内的势力 这些老粉红 老红卫饼的一个境内势力啊 那也很也很揪心啊 这些人也很吓人的 大多数啊 我我我我认为啊 现在大概率的话 应该铺灭这种国内的一个 在这个极左的势力 那这个是对国家好 因为国内的现在这个极左势力太严重了啊 你像国外这个境外势力 跟国内的极左势力一比 那真的是小吴见大吴 那就没有可比性啊 你先看现在这个评论的微本底下 那极左势力的一个评论多多啊 那恨不得这个把日本给灭了 要不然把美国人都给 都都怎么的来的 让他们疫情啊 就是犯烂 让美国人都都去那个 见上帝去 那全是这个 还有台湾 要武力攻台 不行放核导弹 你天天不都这个吗 你看胡怡进天天就这么说 所以说 国内的一些极左势力 真的是祸国殃民啊 那好 那咱们回过头来接着说 这个王志安的事啊 王志安其实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人 我就觉得这些有趣的人 都特别好玩 你像那个胡怡进啊 李懿啊 还有那个金灿荣啊 什么沈毅这帮人啊 什么李懿 那个沈毅 你看都会犯那个意淫嘛 但当然不是一个字啊 所以你看他们这帮人 确实还挺有趣的 这些人他都是 跳梁小丑 就我刚才说那些极左的人啊 当然王志安我认为他不是 我认为他可能是 他就是一个有趣的人嘛 我不想把他画归到那种 就是 就是像极左 因为他也不是极左 他还能提点那个不同的一个意见啊 那极左一般都是跳梁小丑 那这样的王志安那种 你说他骑墙 我也不知道他是哪派的 你说他右派也不是 左派也不是 你说他是中间派吧 他逻辑还不同 所以这个不懂啊 他可能还在骑墙上自己在观望 你觉得看一看自己到底是哪个派 他自己也搞不清 自己给自己说猛了 他都得 就是有些人吧 就开始在网上就说这个 袁隆平的一个事嘛 完了这个王志安就说了 他说袁隆平去世了 那媒体评论说 让中国人吃饱饭的那个人走了 那说这个评论呢过誉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不同意这个观点 就认为给这个袁隆平的荣誉啊 是太大了 他撑不起这个荣誉 这王志安挺有意思的 你看这国家那个官方主流说的 说的一些观点 他就给否了啊 那真正让中国人吃饱饭的严肃啊 第一是改革开放 那这个给感谢邓小平啊 那第二呢是这个化肥 农药 以及这个农业技术的一个推广 那可能提高了先进的一个生产力 你比如咱们国家有一些敌冠技术 是跟这个以色列学的 那你看这个就挺厉害嘛 这种农业技术的一个推广 你包括我现在啊 我正在咱们家里头搞这个无土栽培 特别好啊 我觉得无土栽培 起码咱们吃的是这种绿色食品啊 如果你要用一下那个有机的营养液 那就是有机食品了 我也就是给小伙伴们推荐一下吧 如果要是想吃这个好菜的 或者是有营养的菜的 自己种吧 家里有地呢去各地里种 家里没地呢 就是比如说你住楼房 像我家一样 那你就那个什么 你就买一个无土栽培的菜盒 没事种一种 要是如果以后好的话 我准备啊 就拿出来一个五的专门种菜 我觉得特别好 整一五的起码都够吃了 那咱就自给自足了 现在这个我刚买这个 这个无土栽培的摄氏啊 就是先试试水看看怎么样 等以后好了再多买几个 大批粮进进货啊 特别有意思 而且你每天种种菜也 心情也都好 我觉得有的时候感觉 我现在就有一种 退休的老年人生活 但我跟退休人员还不一样啊 就是我天天吧 还学习 还看书 不断地充实自己 由于疫情的一个原因吧 也 现在你说除去 说实话 也不愿意说除去啊 真的特别 特别害怕吧 还是害怕 就就怕有一天 你就这个疫情再再来了 你像台台湾以前就是 防疫的一个优点声 现在就完了 就由一个华航基斯 跟国外有一个新的病毒毒株 过来 一下就染上这个 这个疫情了 就台湾的人啊 就泛滥了 那你就像国内这个疫情 怎么控制 还有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的质量啊 包括 疫苗的一个施打啊 现在在辽宁沈阳啊 出现三针的了 以前打两针就行 现在都打三针 这是有点太呢 什么了 我虽然不怕打针吧 但是也犯不着帮忙老打 你打两针就得了吧 你像现在国际上公认的 一般都打两针的 有的时候打一针就行 你说这回还出个三针呢 你说明天再出个四针五针 可什么针 也不知道这回这个疫苗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可能以后要是比如说想除去 孩子的打这个疫苗啊 如果大范围接触人的话 那孩子生命放在第一位 那好了 那接着说这个王志安的事啊 那王志安接着说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和前两者相比啊 他说袁隆平的水稻改良是 水稻改良啊 对中国的粮食产量的影响很小 说袁隆平是水平很高的科学家 但是也不要造神 中国确实这样啊 中国确实是一个特别愿意造神的一个国度 比如说以前 你像比如文革时期 那毛主席那就是咱们的神 那毛主席万岁万万万万岁 但是这个东西啊 他是皇帝 只有皇帝才能成为万岁 你反正说领表什么千岁千岁千岁 那这个真的都是一个特别土的一个叫法 没有任何的人会万岁 也没有任何人会千岁 包括国家也没有万岁的国家 咱们国家有时候老说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啊 我都在想 你说一千年以后还有没有中国 这个事儿很难说啊 你说中国建国才四九年建国 到现在也就是七十来年 那你说哪个历朝历代哪个国家 就是超过一千年了 真的是这一千年是真的有点远啊 你大部分的时候能挺个几百年就不错了 挺个几百年以后可能这个就变了 就改朝换代了 它体制就就变了 那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发展啊 所以说还是就注用眼下这种 实际的一个效用就好了 人要活在当下活在今天 也远望明天啊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再回顾一下历史 历史上走的碗路别犯 就像我以前我说中国走过的那些碗路 我就不说了 大饥荒什么啊 那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了 还有一个 就看一看今天 今天 看一看 今儿怎么 怎么过开心 怎么开心的过啊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那等这个疫情过去了 咱们再 就是出去可以游玩啊 或者是说做点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啊 工作啊都很好嘛 再展望一下明天啊 就是相信明天会更好 你不要觉得 这疫情没头了 不要那么想啊 这个疫情终将会战胜的 你看以前那个西班牙大流感 那以前都没药治呢 那不也后来就销声秘迹了 就是这个病毒啊 就发展到一定阶段 它都会人体免疫的 所以说现在还有疫苗 基本上我觉得 未来三五年 那肯定这个 基本上就可以消灭了 人人都打一针疫苗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 不算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情 现在疫苗施打完之后 不都对这个病毒有这个效用吗 那更何况 三五年以后呢 那这个疫苗更加的安全啊 可能以后这个疫苗 就相当于像种水痘一样 种个水痘就完事了 那这个王志安的这一条 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去喷它啊 它这个就是属于 否定了圆融瓶的一个科研成果啊 科研价值 它就说它这个 对粮食的产量影响非常少 那你说圆融瓶干啥去了 它去杂交那个粮食 去改变口味的吗 它不还是主要通过杂交的技术 提高产量吗 因为我以前听说吧 说圆融瓶那个杂交水稻 就是产量高 但是味不好 就是口感不是特别好 它没有说像武藏大米 口感那么好啊 但是但是它确实 它说它解决了非洲的一些人 吃不饱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以前新闻上爆了 但是中国的新闻 到底有多少的可信度呢 我也不敢不敢说 但是起码这么爆了 那肯定是有非洲的小伙伴吃到了 那也是一个好事 所以说 所以说这像王自然 它有点就是 有点是太否定这个圆融瓶了 那你说杂交它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吗 并且杂交技术还不是转基因 转基因现在还有致癌的一个风险 那杂交如果能提高产量的话 不更安全 而且我认为 这个技术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种杂交的一个技术 因为它不改变那个基因的一个性状 还是 就是不用说用那种转基因的一个技术 去改变这个 改变这个作物的一个 一个外形也好 或者抗病虫害 那我不喜欢吃这种转基因的一个食品 我还是愿意吃这种杂交的 或者是说就是正常从地里种出来的 老祖宗吃啥 我就吃啥就行了 绿色就可以了 并且这个王自然后来还说了 说这个有人就是说他嘛 说你这么说不对啊 那袁隆平那个 母产两千多公斤 那还不应该值得称赞吗 这王自然说了 他说真正让人吃饱的 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领导人邓小平 只有邓小平才配得这个赞誉 他说在王自然又说了 说在没有转基因技术之前 那杂交是农业品种 选育的重要方法 那当然有转基因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性状的一个选育 那杂交技术啊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价值了 所以说呢 作为历史还是不容低估的 说这种杂交技术就只能成功于历史了 那以后还靠转基因去 去改造这个座物 那转基因现在安全不安全 这个事都没弄明白呢 为什么这个王自然这么推种 这种转基因的一个技术 那他天天去吃转基因的一个食品 而且袁隆平也说了 说这个转基因到底对于下一代有没有影响 这个基因呢 在孩子的就是在他亲代身上的一个表达 那是什么样呢 他也不知道 他说需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呢 去实践 去吃这个转基因的一个作物 但是咱们换句话说 有谁会去愿意当这个小白鼠呢 用自己的生命健康 或用自己孩子的生命健康去做这种实验 那这个是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没有人会去愿意做这种实验 那因此啊 存疑的一种技术 那孩子真的应该 让他更来更加的安全才可以 你比如说啊 这个转基因产品 转基因作物 有的就是农民说什么 说吃完转基因的玉米 这个猪都不下胆了 并且啊 你说病虫害 吃完这个转基因的一个作物 能把肠子进行溶解 那人和这个病虫 它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呢 你说这个转基因食品 在杀虫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杀人呢 它可能杀人的这个功效啊 比较慢 比较漫长 但是虫子呢 它也是蛋白质的 一下就给杀死了 那在这方面 你说你怎么用科学去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转基因只对虫子有害 对人没有 那人和那个虫子都是蛋白质的 那怎么怎么能够让人能够更加的健康 而且这个东西它也没有什么临床实验呢 或者是没有什么人去吃它去去验证这个事情 你应该大面积的去吃嘛 吃个十年二十年的或者五十年 你才能证明转基因技术的一个安全啊 而且在美国 小崔以前不拍一个记录片呢 说这个转基因食品致癌 有的科学家是这么说的 转基因食品致癌 这之前这个王志安所说的一切 我都觉得可以理解 并且也能够接受 比如说他觉得 中国不应该造神啊 不应该把这个袁隆平当神话去处理 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接受 我也非常的一个理解啊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 出在他最后的一条评论啊 他说我说袁隆平多少有些过誉 是和邓公相比 那袁无疑是伟大的科学家 他这一句话 就让我觉得他这个人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他说他袁隆平有过誉 过誉的一个这个倾向 是因为什么 因为跟邓公比 这个邓公显然是指邓小平 可以看出来王志安对于邓小平是极端的推崇 也是特别的欣赏和敬佩啊 那这个可以理解是国家的领导人嘛 那么他拿这个邓小平和袁隆平去做比较 说邓小平比袁隆平厉害 说这个邓小平的工作啊 比袁隆平的工作意义更大 他是从这种功利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啊 你说自国理政很高大上 那袁隆平呢仅仅是一个科学家 那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维的啊 但是显然他这种思维的模式和方法 他就不对 那邓小平他是一个搞政治的 他是搞权术的搞权谋的 那么袁隆平呢是搞科研的 是一个无党派人士 他不参与你这个政治 所以说你这些东西你怎么去比较啊 并且啊这个王志安人为的 把这个工作分了高低规见 并且把工作的这种所产生出来 对社会的一个效益啊 做到了最大的一个考量 他就是在评判嘛 这个人的工作他是搞政治的 他能影响整个国家 他的影响覆盖面更大 那因此啊他更厉害 那袁隆平呢仅仅是一个科学家 你跟大伙平一比 那就啥也不是了 小科学家呢研究点什么 做物是啥的 那就不行了 那我想说啊 那在王志安的眼里 你说那个街头的这个环卫工人 还有送快递的这些小哥 送外卖的这些人 那你说他要把这些人 置于何种的一个境地呢 那可能他认为这些人的 这个所做的一个贡献 对这个国家所做的贡献 不敌这个袁隆平 那跟这个邓隆平呢更没法比 他就是靠这种 这个人的这个职位呀 或者这个人的工作呀 来功利的去看待这些问题 我上一期不说过吗 就是这个火车轨道的事情 一个司机看前面有五个人 绑在轨道上面 来不及刹车了 但是他可以说通过自己的操作 转换到另一个轨道上面 另一个轨道上面只有一个人 这个时候这个司机要怎么选择 是牺牲那一个人保住这五个人 还是正常开过去啊 就是这么一个选择 它是一个道德伦理的一个选择 那显然我认为啊 这个工作是不分高低规见的 虽然在这个社会当中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话 但是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心里啊 多多少少会对这个工作 有这个高低规见之分 那咱们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咱们人有道德 咱们人有理性 咱们人有良知 虽然咱们也会有这种特别功利的 在内心里吧 稍微有那么一点这个想法 但是我们不应该这么表达出来 或者是说什么呢 咱们应该知道 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是对的 什么样的看法是正确的 是道德的 而不是说是以这种功利的方式去看待 那你就是人如果是什么东西都以功利的方式去看待 那人和财狼虎豹和兽有什么区别 咱们跟他没有什么区别 那财狼虎豹兽不就是适者生存 不适者被淘汰吗 你能捕到猎物 你能吃掉别人 那你就能活下来 你吃不掉别人 你自己又饿死了 就这样吗 那人不是有这种情感有道德吗 当一个人富起来之后 他通过做慈善的去反补这个社会 去让更多的这个穷苦的人 能够看得起病啊 上得起穴啊 还要吃到饱饭呢 那这不是人应该干的吗 这才是人世间的一个真善美 那如果一个外那个快递小哥 那一味的勤勤恳恳的工作 保日保亮的把这个快递送好 从来没有给客户造成什么这个分争 造成什么损失 并且认认真正的工作 那未尝他不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吗 或者是说一个环卫工人 他每天没有咱们清洁的一个城市 做贡献 那把中国少的跟日本一样 那么干净 因为国外的人一来中国 你们中国真干净 比日本都干净 那你说咱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脸 就是多有光彩啊 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 他都有他自己的一席之地 他都有他的价值 不要认为我这个工作好像是在外界的评判 没有那个工作更高尚 就觉得这个工作低贱 而又觉得那个工作特别的怎么样 这些东西啊 人世间的这些东西 可以说啊 都是一个过眼云眼 这可能是有点哲学了 但是呢 不要太看 不要说是特别看中外在的这些东西 包括你的工作 包括你的身价 包括一切的一切 人家怎么活呢 人家活得快乐嘛 你只要快乐就可以 这个快乐这个东西啊 其实就包括我和我们国家主席 就比如说习主席 那都是一样的 你包括这个和这些社会的一些名人呢 咱们或许咱们看一个笑话 咱们看一下脱口秀 乐一下 感受其实都是一样的嘛 我们的差别在哪 就是物质层面的一个差别 那在精神层面 咱们可以达到一种平等 或者是说在精神层面 咱们能够达到一样 都过得每天都特别的丰富 特别的快乐 那就可以了 不要说再有这种什么想法去 把这个工作分高低规见啊 那我就是这样 我对于这个工作的一些看法 没有什么高低规见之分 那我现在也是正在 就是践行着我的这种观点 你只要活得快乐就可以了 你看有的人啊 就他貌似特别成功 他有很多钱 但是那又有什么用呢 你比如说那个左辉 炼家房产的董事长 他50岁 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没有这个健康 一切都是零 你并且他在八年之前 他就得知自己患有肺癌 那也可想而知 你像一般肺癌 你说活过五年 都已经特别困难了 那你像这个左辉 他有钱嘛 所以说活过了这个五年的 那个生存期啊 还是挺厉害的 那他但是他这八年的生存质量也不好 他有万贯的家财 他有特别高的一个社会地位 那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呢 没有用呢 你包括他 就是王志安这么欣赏的一个邓公 他的儿子啊 邓朴方 那是一个残疾人 为什么残疾 为什么高位结谈 是由于他父亲在文革时候被打倒 是由于他父亲的这种政治的一个运动 那对于邓朴方来讲 那就是一个灭顶之灾 你别管最后给他什么残联主席啊 各种的荣华 包括待遇 又有什么用呢 都是零嘛 就这些所有的荣华都换不来邓朴方的一条腿 他哪怕有一条腿让他站起来 他都不会要这些的荣华 或者是说我要是邓小平的话 我可以放弃我的一切的这些荣华 换我孩子一条腿都可以 如果要有两条腿那就更好 如果上帝要给我孩子两条腿 那我立马这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都不要了 所以说 所以说真的没有什么这个 工作真的不分什么高低规见啊 只要我们活的开心快乐 咱们 就是活的有价值有意义就可以了 你不要像王自然那样把这个工作啊 把谁的影响力去量化哪几个指标 什么XYZ 整一个指标下来 人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呢 他不是说 毛巴菲尔的可以说算出来的 这世界上那么多伟人呢 你怎么去比啊 怎么让他们去大PK啊 那曼德拉 那曼德拉跟那个邓小平比 那谁又更厉害了 那华盛顿呢 那华盛顿跟邓小平比 谁又更厉害了 那华盛顿和曼德拉再掐一下 他谁又更厉害了 你能比得过来吗 那还有爱因斯坦 那还有这个那个呢 你就比不过来吗 这怎么去量化去比啊 所以说我还是那个观点 就所有人的这个工作都一样 也不分高低规见 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 我就认为我和那些有权势的 或者是有这个钱财的 社会所谓的社会名流和经营啊 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一个差别 有的时候我甚至认为 我的一些观点 或者是我的道德比他们更加的优秀 你像那些搞政治的人 他说了多少假话呀 那些人他 他们真的你说 他们说的那些话 他们自己都不信 还有那些所谓的一些社会名流 你说他们背后多少肮脏的事情 什么偷税漏税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 你看利益勾兑啊 不要孩子这些东西 他们有多少这些丑态又吸毒啊 又有什么呢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你在道德上方面 我觉得我完胜这些演艺圈的什么各种卡 那虽然我在这个YouTube上面 仅仅是一个YouTuber啊 但是起码在道德方面 我我胜过了他们 所以说我认为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那在上帝的眼中 那他的孩子都是平等的 没有什么这个区别 那个区别的 你也不用去喊谁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不要顾一下 你就跟他平起平坐就可以了 不要说一整个欢呼雀跃啊 又是又是整的特别激动啊 像那个金正恩来的似的 你看他你看那个朝鲜那个金正恩 他还一出门呢 那夹到欢迎啊 他都疯了都苦啊 我就和他们那个人民 怎么能哭得出来啊 你不知道那个金正恩 他们金家父子 都干过什么缺德事吗 那还把那老百姓 分成这个369点 那饿死多少人呢 那那给他划播 比如说在北朝鲜之内 被划播敌对势力的 那就饿死了 那多多悲惨呢 天天研究造核武器 所以不论这个人他干什么 他们并没有那么神话 只能说 只能说他在合适的岗位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 都做出了他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这个世界 这个国家 离开谁都照样转 你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什么美国 哪个国家 你就地球离开谁都照样转 这个世界那还有宇宙呢 那外太空有没有外星人呢 谁也不好说 难道这个世界上面就有这个地球吗 就地球上有生物吗 所以这些东西咱们都不了解 没有必要把一个人神话 都是普通人 只不说他们就完成他自己 自己的本质工作就可以了 能够为这个社会啊 为这个国家 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能够为言论自由啊 为基本的人权呢 发发声 那这就是一个做人的起码的一个良知 那如果你要这点良知都没有 那不配成做一个人 你像现在有一些人 你说就打压亚伦自由 你比如说像这个 胡义进啊 沈亿啊这帮玩儿呢 你打压这个亚伦自由 天天说这个 天天自己可以说 不允许别人说 那这些人他就是 就不行了 他就不是人了 那最后说一下这个 马斯洛的五级叙叙旅顿啊 这个也是 我一直挺这个 喜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 最底层呢 就是这个生理需求 那其次呢 就是安全需求 之后第三层就是这个社交 第四层呢 就是受他人的一个尊重 第五级呢 就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那第五级相对来讲 那很难达到 一般都是国家领导人呢 或者是说像袁隆平这种 在某个领域吧 能够达到顶尖的层次的 这么一个人啊 才能够去追求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啊 所以说有个人说 袁隆平淡泊名利 那我想说啊 你得先有名利再去淡泊 再有一个袁隆平那种 袁隆平这个人 你学也学不来 因为他那个层次太高了 通常人 现在中国人能达到什么层次 就不错了呢 你能达到这种 就基本上就隔第三级 社交这个层次 就差不多了 你像彼此之间的尊重都很差 你达到第四级都很差 赢得他人的一个尊重啊 都都达不到呢 那 隔第三级 逮着就已经算不错了啊 再有一个 我看咱们国家这个 习主席说要学这个 袁隆平先生的奉献的一个精神啊 当然奉献非常好 那我也想和大家说啊 这个奉献也不是说谁都能学的 你像袁隆平这个级别 他什么都有了 那他可以去谈这个奉献啊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那我们只能干什么呢 我们还是得为咱们这个 吃穿用度担心呢 为自己孩子的教育 自己的医疗啊 还有养老啊 还有父母的一个养老去担心 那在这个世间生活啊 首先把自己 这个所取的赠来 你还得去要这个利 那明儿呢 其实这个东西 你可能利来了 明儿可能也就来了 你像在中国这个社会啊 一般现在的价值观 就笑平不笑场 那你只要有钱 那基本上你就有名了 你就可以赢得一定的一个社会地位 那这种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 你像袁隆平他有名 那他肯定就有钱 他有钱呢 他也随时就带来名望 他两个东西都是 就是同城同党的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啊 大家还是要多挣钱吧 把自己的那个家人顾好 再有一个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别因为钱把自己的身体累坏了 你像以前啊 好像是有什么是低震呢 还是怎么低啊 反正就有一个人需要这个捐款 北京有一个老奶呢 把自己就是卖这个针线啊 卖毛线 卖点针呢 给人做个缝补个活 就这么一分一厘挣的钱 涨了20万 捐给了那个灾区 就需要这个他封献的一个地方 这官方媒体 这大假报道啊 这封献好啊 这封献好啊 这老太太以后养老谁管 他以后 你说他这个 如果有这些钱 吃点好的 再看看病 多好啊 多活两年 那你说这20万没了 以后他自己养老怎么办 所以说呢 那咱们便学那个风险啊 尤其像在中国目前 医疗不过管 就是医疗这个保障制度不过管 还现在还以药养医呢 现在还有那个营业人要创收吗 还是以药养医 治病他不是救人 治病他是赚钱 还存在这种呢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 孩子上学 孩子上学 你说费用相当的高昂 还买房什么的 这个那个的啊 自己自己爹妈养老啊 哎 就黑蛇白蛇眼镜石 哪条蛇都咬你 黑蛇是什么了 法官吗 眼镜石是什么 那个 这个老师吗 白蛇是什么 大夫吗 所以这三条蛇咬你 那你也不能够放松警惕 你时刻要跟他们做斗争 那还是多赚点钱吧 把自己顾好 等以后那个 等以后自己有条件了 在谈什么弹幕名利啊 又什么这个那个的 所以说不要相信那些口号啊 口号没有用 实打实的 宣传那些口号 是给谁宣传的 奉献是可以 咱总书记说的很好 那些是给什么 已经有名的 已经有力的 这些人可以去谈奉献啊 你要没名的没力的 咱们就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这别给社会添乱就行 别给这个社会添负担 那就可以了 但是啊 我也希望这个社会啊 别把人民当负担 你要把人民当负担了的话 那这就不是说这个 执政党应该考虑的一个事 因为一个社会 之所以让你去执政 就是因为你要为老百姓办事 就是因为老百姓搞不定了嘛 比如医疗 老百姓解决不了 住房 老百姓解决不了 子女上学难解决不了 才需要你这个政府去协调 去统筹去规划 那才形成了这种 这个政党 这个执政党 那假如说你说 你这些都搞不明白的话 都做不好的话 那你说要你何用啊 那咱不还不如说自己干自己的 那你说有你和没你一个样 那显然 那就是 那这个就没有必要 那个 怎么说呢 就没有必要再纳税了 那正因为有希望你能够 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那才纳税啊 才让你去进行执政 才能让你去代表我 不老说代表我 代表我 你得拿出代表我的样子 你得为我办事啊 你得为我服务啊 你不能老说让我奉献呢 你让我奉献我 我得有才能奉献 我没有我什么奉献呢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啊 看一看这期视频有多少人过点彩啊 我可没攻击这个 就是袁隆平啊 我对于袁老爷子呢 我也是非常尊重的 因为我对于这些科学工作者 都是还蛮那个敬重的 你看袁隆平他也没加入这个 某个党派 他也不搞这个政治 他就是一个无党派人士 搞这个科研 这很好 证明他这个人心里还是蛮纯粹的 他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弯弯绕 有很多人加入什么什么政党之后 我这个人就变了 他就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啊 那好了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